都沒有通知所以就覺得很傻眼 手上拿著一大碟飲料店菜單 飲料店業者才剛找知名印刷公司 印完這整碟 又用會員身份儲值了一萬多元 但印刷公司卻突然倒閉 官網完全無法登入 這一間位在新北市中和的印刷公司 在去年十一月突然財務周轉困難 在十二月的時候突然無預警歇業 讓超過四百三十家的客戶 全已嚴重受損 打開印刷公司官網上頭寫著 經營這十三年來 無奈因為印刷產業和各大環境因素 無法供貨 目前正在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官網上發出公告 但是私下卻完全沒有通知客戶 我們合作大概七年多 但是他們其實在以前都很順利 而且他們交件的速度是真的很快 而且做 其實我就覺得合作蠻愉快 怎麼會突然發生這種事情 消費者在這間印刷公司一次 可以儲值一萬或五萬元 如果是小筆金額 需要一次付清 但是針對有長期需求的客戶 就會採用儲值的方式來付 但公司突然倒閉 許多客戶的儲值金 全部付諸流水 負責人是有跟我們表示說 他一定接下來後續會積極的處理 對那我們也跟他我們也要他承諾 二月初一定要來有一個方案出來 那不然的話我們可能就是會繼續追蹤這個案子 務必要確保消費者的權益 其實這間印刷公司本身沒有經營印刷工廠 是仲介賺取工廠和客戶中間的利潤差 這一次會倒閉在同業間 早有所聞 現在超過430家客戶 高達近千萬的消費者損失 到底該如何解決 得儘快擬出合理的退費方案 記者余若維 楊如涵 新北市報導